您现在看到的这枚奇怪的硬币发行于2018年 纪念加拿大最著名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之一 猎鹰湖事件 那是1967年5月20日 加拿大业余机械师和地质学家史蒂芬 米哈拉克决定前往白壳省立公园的猎鹰湖进行地质调查 白壳省立公园占地2721平方公里 位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 拥有许多河流、湖泊、森林和裸露的花岗沿山脊 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 他说,为了勘探可能存在的银矿 早上5点30分左右,我离开了住的小旅馆 早上9点左右,我在溪流中发现了水晶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停下来吃午饭之后继续工作 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向上看,天空中悬浮着两个鲜红色的不明飞行物 其中一个降落在附近的岩石上 另外一个向西移动,消失在云层中 着陆物体变成了铁灰色 下面发射出明亮的紫色光线 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 我认为这是一艘秘密的美国军用实验飞船 于是坐下来,并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化了草图 然后我决定靠近它 周围是温暖的空气和硫磺味 以及马达的呼呼声和空气的死死声 我还注意到侧面有一扇门开着 里面有明亮的灯光 我大声喊叫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机械方面的帮助 没有人回答 接着我试着用母语波兰语说话 然后是俄语,最后是德语 回应的只有飞船的呼呼声和嘶嘶声 我走近了,注意到船壳是光滑的金属,没有接缝 然后,我带上在勘探期间早言时时 用来保护眼睛的焊接护目镜去观察明亮的门 透过门,我看见飞船内部非常明亮 我还注意到一个带有数个闪光灯的面板 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船员 我试图用我掌握的几种语言和可能的船员打招呼 但无济于事,没有回应 我决定等等看,是否有人出现 门突然关上了 我观察着飞船的外壳 它看起来像非常抛光的彩色玻璃 我试着触摸它 结果手套开始融化了 不久之后,船身浮现出一个举行区域 里面有一排排圆孔 接着,一声响亮的声音发出 类似于爆炸 我的衣服立刻被点着了 我撕下衣服,慌忙逃跑 奇怪物体起飞了 向西飞走了 火苗扑灭后 我决定回家 因为感到非常不舒服 强烈的疼痛和强烈的恶心 史蒂芬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在他的腹部出现了一个烙印 类似于壁子的形状 直到1999年去世 这些疤痕都存在 不久 史蒂芬被不明飞行物烧伤的故事 在当地媒体温尼伯论坛报刊登了 医生对他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甚至把他送到了一位精神病医生那里 结论是 这是一个非常务实 非常脚踏实地的人 不会编造故事 加拿大警方发现着路点 有一个直径约15英尺的巨大半圆形 烙印在岩石上 从现场取回的一些金属碎片 具有放射性 其中一块融化了 卡在岩石缝中 加拿大官方 以及来自美国空军的结论是 该案件无法解释 然而 一家人遭受了公众的谴责和批评 尽管他不主动对外说 但如果你问他 他也从不回避这个故事 他永远不会说 哦 那是外星人的飞船 他一直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秘密的军事飞行器 史蒂芬那天穿的汉衫 连同他的帽子 以及许多其他文物 现今都保存于曼尼托巴大学档案馆 作为加拿大 UFO目击记录最详尽的实力之一 它已成为加拿大超自然现象历史上 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着陆点也已成为旅游热门景点 这个案例为飞碟存在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您是怎么看的 欢迎留言 订阅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